多謝主席 對政府的修正案 主要是三個部份 第九條是修訂建議條例第38A的標題 另外第十、第十二條是修訂條例第44 括弧2括弧細A條 及第48括弧1括弧細A條 以定名專員需述明未獲授權撤取或秘密監察的開始一期 第三個部份,第十七條是修訂條例第58條的標題 第一、第三部份,即第九條、第十七條 我基本上都是支持 因為關於文本的修訂 這也是過去,我在法案委員會經常都有提及的 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第38條 有一句話,我曾經說過,但沒有回應 《可有條件地發出器材取出手令》 那一段 那一段說話 沒有斷句四十七個字,還不包括二十幾個字 我又想說局長,你可不可以幫幫忙讀一次給我聽 沒有斷句的,但不要斷氣 我再讀一次吧 《器材取出手令可在他所指明的適用於該手令本身或在該手令下的任何進一步的授權 不論是否根據該手令的條款或本條例的任何條文 而批譽的 任何條件的規限下發出 我就可以了 我擔保你按照我這樣接手一次 讀一次,你一定是斷氣的 這些你都不肯改 但有些你就改,從善如流 《撤銷器材取出手令》 這個我在法案委員會都說了 沒有解釋 《撤銷》 是動詞 《器材取出手令》 是甚麼? 即是《撤銷器材取出手令》 又可以撤銷器材取出手令 這些老實說,在草擬的階段就已經發生了問題 不會浪費我們的時間 現在你改吧 變成 第九條生意外修訂條例第38大A條的標題 向小組法官提供報告 接著就 不能執行 《器材取出手令》 其實次數是多很多的 之前的一個很簡單的 是嗎? 《撤銷器材取出手令》 《撤銷器材取出手令》 這就是文本的修訂 以免產生這個奇異 因為法律都是要力求確切的 所以我曾經說過 民建聯有一個議員大幅橫額 一次性生活津貼 幫你申請一次性生活津貼 有街坊問我 問問蔣麗雲可否兩次性生活津貼 兒子生性病 沒有敢安慰 其實是兒子生性病 沒有敢安慰 這是很低級的錯誤 不是說我要和你咬紋著肢 是非常低級的錯誤 當然我們當然是接受、支持 另外那條也是 計算地步某人後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這是很難解釋的 為甚麼呢? 這是第十七條的修訂案 就是修訂條例的第五十八條的標題 計算地步某人後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然後就改成 現在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計算地步某人後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於地步截取或秘密監察目標人物後 撤銷定名授權的 全部查一查 變成 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截取或秘密監察的目標人物被逮捕 清楚很多 我們不能不止處 我們有很多議員提出修訂案 有些當然過不了你老人家的關 理由很簡單 只有一條理由 你們最容易的,以時規則 超出範圍 和長題不符 全部禁止你 哪怕你很合理 即是適時適地、適洩 那你還是會被淘汰 但是 有些我們提出修訂案 你覺得這個可以 你就收貨 叫做從善如流 這些都無關痛癢 低級錯誤 沒有理由不改 但大部份提出修訂案 包括剛才涂謹申說的 任何條文改成 根據二十九、三十 都不可以 都要叫人投反對票 剛才拘捕了解釋 大家都沒有接受 起碼我和陶巾申接受不了 你對你來說真的有分輕重 這些你就收貨 這些就改 其他提及的修訂案 寸步不讓 沒得談 很多時 你這些所謂文本的修訂 當然 我都會覺得你是 你會出善意的 都可以勉強當勵 但其他那些比較重要的修訂案 你又不肯 我們很多時都在法案委員會裏面 近年我坐了很多法案委員會 很多時我都除了實質內容 牽涉到一些原則性問題 我們會提出修訂之外 很多時都在文本上 我們希望力求 法律條文清晰、確切 我們都會提出修訂案 大家都可以討論 事實上 亦都很多時 政府都會接受 有些用詞比較精準 其實是有助條文突出 尤其是第十七條 你至少可以很清楚權力的關係 例如 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截取或秘密監察 目標人物被逮捕 總比 更清楚那一句 謎逮捕某人後 向有關當局提供報告 但如果涂謹申議員提出的議案 或我們提出的修訂案 得到通過的話 那是否代表條例相對比較完整? 剛才涂謹申議員比較關心 另一部分的修訂 第十二條 修訂案的修訂是第四十四 括弧二細A及四十八 括弧一括弧細A條 其中四十四括弧二括弧細A條的修訂是怎樣? 如該專員 在進行審查後 在顧及第四十六括弧一條的條文下 或斷定所指稱的截取或秘密監察 已在沒有定名授權的授權下 由某部門人員進行 他須於合理地設實可行範圍內 盡快向申請人發出通知 A 述明他已就有關案例判定申請人得值 及表示該個案是屬截取或是屬秘密監察 然後刪除及述明 便變成 該截取或秘密監察的開始日期 以及該截取或秘密監察的進行期間 原本的 是比較籠統的 這是屬於第二部份 就是將 定名專員 要述明未獲授權的截取或秘密監察的開始日期 剛才涂謹申已經提及了很多 我有一點補充 我覺得這個修訂是不足夠的 條例第43至46條的主要內容分別是 即是進行審查的申請 或是由專員進行審查 不進行審查的理由等 關於進行審查的進一步條文等 這些都是市民 可以自力救濟的一些很重要的法理的依據 現在香港人很難知道自己究竟是否 正在或曾被執法部門截取通訊及進行秘密監察 雖然條例第43至46條列明 市民如果你懷疑自己被執法部門截取通訊或監察 或懷疑自己曾經被人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你可以要求專員進行審查 但在條例實施到現在為止 只有一百二十七宗個案 查詢個案 但無人得席 我記得數字是否實際 好像一百二十七 條例只會在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在沒有定名授權而進行 才會判定申請人得席 並且會告知申請人正在或曾經被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條例根本無法確實執行 誰會知道自己正在或曾經被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例如只要他負責的執法人員 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的執法人員 要小心行事 不要出現甚麼申請人 被監察的人或被撤取通訊的人 一定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自己正在被監控 所以看回現時的監察機制 當局主要將始於何年何月收定為開始日期 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不足夠的 在一個合理可行的範圍下 應該要容許市民可以透過一些機制去查自己 正被或曾被執法部門撤取通訊及秘密監察 還有 執法部門在工作完成後 你不會主動告訴 那些目標人物或事件結束了 調查又結束了 你也不會告訴他們 是否應該主動告訴監控的人 那這才叫公道呢 所以這也是 當然這修訂 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但始終有些欠缺的地方 還不太完整 特別是現在我們看到這些 所謂要求專員進行審查的個案 或者原來查詢有百多單 一個得席的個案都沒有 其實這是很奇怪的 為何會這樣呢 你當然是搞定了 全部都說有授權、沒有授權 那些你怎知道呢 所以關於政府的修正案 我基本上都會支持 但我們希望政府 既然有些議員提出的 這些相關的修訂 你覺得沒有壞的話 其實就不應該去阻撓 甚至乎你要在回應的時候 叫其他那些 現在都沒有坐在那裡的人 又不知頭不知路的人 叫他們投反對票 有時在議會中 通過這些投票或討論 你很容易凸顯了某些人 基本上就是他很甘心 扮演一個投票機器 橡皮圖章的角色 一響鐘便回來了 他又不會細心研究 他又不會回應 我們說得對不對 你如果認為 陶根新的修正案有問題 我們修正案 你罵我們都可以 拿一些理據出來 他又有電視直播 看著人們 大家真理愈辨愈明 起碼大家知道 這條例的問題在哪裏 每一位受法律規範的人 理論上應該是有反制定法律的 他不能直接制定法律 有些代表幫他制定法律 現在我們這個機制就是 你有法輪委員會 我們有些委員去逐條審議 接著來到恢復異讀時 大家便要發現 在全體委員會有修正案的情況下 大家又要 各書幾件 然後令市民 你不要理會否同意你的立場 起碼通過這些辯論 大家耳衝目明 知道現在我們周圍發生甚麼事 不是只偷聽你的電話 現在這個brick barter 無處不在 通過這些尖端科技 很多時我們都不擔心你偷聽我的電話 我擔心國安偷聽了給你 或者現在大陸的 下來偷聽了多少器材 問題是 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權利要得到保障 至少通過這個辯論 讓大家看到原來有這樣的事 很多人都蒙茶茶 所以我希望 其他議員最好走進來說話 不是我響鐘 讓你今天過不了 明天不用開會 後天不用開會 我真的會這樣做 我警告你 你進來罵我們也好 那麼辛苦 準備了那麼多修訂案 沒有人回應 主席點人數 火都來問